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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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今天是禮拜一 然後我早上呢 拍了一個保養品的影片 並且做了一個小小的直播在instagram 當然現在大家看到的時候已經看不到了 然後我之後會盡量都在臉書做直播的 然後我剛才帶我媽去拿 好像是繳碎的東西還是什麼的 然後買了一個仙草冰 在家裡吃完了 我現在就是要去做指甲 然後大家應該記得 我上次在美國那個指甲的回憶錄吧 其實我覺得這個裸粉色這樣單色其實蠻好看的 我覺得還蠻多人回應給我的時候蠻漂亮的 但我今天可能會去做 就是簡單的那種特價款這樣子 有點喘 因為剛才停車會剩最後一個 所以剛才死命的給他開進去 好 我現在要走過去做指甲了 等等見 好 今天是禮拜二 然後現在呢要去吃午餐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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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請熟悉 我還真的常便家 一個合作拍攝 是因為一個YouTuber 大家在盡情期待 然後我就暫時都先不說了 我覺得大家一定會覺得非常好看 因為我覺得我們聊的內容真的太興奮 非常的開心 然後我現在人呢剛好在公司 然後因為等一下要進行開會 因為我在過不久的將來 即將要演講 但是我不太確定說是有售票 還是什麼樣的狀況 反正我會再發佈在我的Facebook的部分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再來 去我的臉書關注一下 結果剛才就是開會錄製完之後 還有一點時間 所以我現在就衝來星光三月 我想去那個 吃過 我想去靠過一下香賴兒 順便來試一下我的餐 我先去一去 真的不見 旦有天見 我先去一去 星光三月 不見 來 才能讓我先去一回 水 嗨大家好今天禮拜三 然後我們現在呢 人在這個 嬌溪要吃東西 然後我就算我的午晚餐了 因為現在已經五點多了這樣子 然後在排隊等沖油餅 等一下再買那個花生冰淇淋卷 今天的OOTD 因為我剛在家裡面忘記拍了 今天是要走女神FIRE的感覺 輝瑋好可愛唷 我來試吃一下這個花生捲給大家看 試吃一下 沒有因為我們其實很早以前 舊頭會來交溪碗 都會來吃這個花生捲配上那個 蔥油餅 但我知道有別家蔥油餅也很有名 可是我們最終還是喜歡吃這家 好好吃喔 它就是裡面這個是冰淇淋 它是那種無爽味的 我雖然不愛吃花生本身 就假如是這樣剝開的那種 我不太喜歡吃 但是花生冰淇淋啊 或一些什麼花生 土土絲那種花生醬啊 我都蠻喜歡吃的 好好吃喔 好的我吃完了 花生捲冰淇淋了 因為想說冰淇淋會融化 所以我就先吃冰淇淋 然後 我們要去買麵包 我們現在停在路邊 然後我現在來吃蔥油餅 我來試吃一下 這一家炸蛋 蔥油餅 不過我加蛋 因為你們想說算 就把它當有點像晚餐 所以就加蛋會比較薄一點 你看牙齒還是冰淇淋 我本來想買吐司 我還想算了 你就買一個這個 很早味的雞蛋糕 不錯啊 不好吃 太硬了 真的嗎 沒有想像中的軟啊 嗨 我回到家裡了 然後我今天的粉底 雖然色號有一點白的感覺 是不是有一點點 但其實本人看 我覺得還沒有那種明顯 但是現在看就有一點明顯 不過 就是我今天帶的這個妝出去啊 然後就是很多人都稱讚我 今天的臉很亮 然後很漂亮 當然我現在已經有一點補妝過了 我今天補妝的時候 有拍了一下這個香奈兒的果凍氣墊 不過量不是很多 但是我今天粉底 你們猜的是什麼 給你兩秒 有看我現實的話 應該已經知道答案了 就是這個 Estee Lauder Double Wear的這個 Nude系列的 是Water Fresh Makeup 它是雅詩蘭帶的水粉底 不是那個有名的Double Wear 它是Double Wear Nude 對 然後我今天擦了這個 那個叫什麼 整個臉擦了 然後定妝有定一點點在眼下 跟那個鼻翼旁邊這裡 就比較毛孔大一點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定妝 但是過程中還是有點出油 然後我就用衛生紙壓掉 然後 後來我補妝的時候 就用果凍氣墊拍了一點點 然後現在就這樣子 可是就是真的很亮很漂亮 然後很多人就叫我來做這個的分享 所以大家會想看嗎 對 但是So Far我真的很喜歡 而且我最近皮膚真的很乾 所以這種光澤型的粉底我真的是 深得我心 我剛剛下去買了Chanel 哇 我是小香粉粉 然後我買了兩樣東西 香奈兒果凍氣墊的粉 就是蕊 就是它裡面的那個果凍蕊 然後我原本一開始就是 使用買的這個的色號是20號 可是我一直覺得我的20號有一點太粉了 可是它其實也不是粉 它就是有點中間色調 可是我剛才看了這個21號 感覺在更黃一點 但是也不會太黑 就是同樣的色階 但是是偏黃的 所以我補充Revo 我反而買了21號 一個21號 不知道為什麼畫面中感覺好像我很黑耶 其實我也沒有很黑你知道嗎 你看 這樣看其實我的粉底沒有很黑 然後我還買了另外一個這個粉底液 也是粉底 這是他們新出的 今年新出的 那個 Le Beige系列的一個粉底液 可是它是有點像是那種 清透的 因為它這邊是寫 哈囉仔怎麼了 你還好嗎 它其實不算是粉底 它這邊寫是 Sure Healthy Glow Tinted Moisturizer 所以它其實算是 薄透光澤水亮的 Tinted Moisturizer 是什麼 中文怎麼講 就有點像是隔離乳那種概念 可是是 也不是不是不是隔離乳 Tinted Moisturizer 對就是隔離霜的概念 可是它其實擦起來是有點像粉底液 然後我選了顏色色號是Light 嗨大家早安 今天默默的就到了禮拜四 我現在人呢在公司 給大家看一下 我剛才 今天好像不知道為什麼 一直有談 就我今天弄完了 然後 剛才是 放頭髮來公司 然後就做頭髮 然後我想說 欸今天超級無敵熱 我剛才發現都不想拍 所以想說今天可以弄一個馬尾 這馬尾很漂亮 可是我現在拍不到 嗨 是我 給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妝容 我今天 我現在人不在家裡 所以沒辦法拿出產品給大家看 我今天早上呢 是用我 昨天在那個 就是開箱分享的那個 香奈兒的那個 Tinted Moisturizer 然後弄得很自然 然後再加上香奈兒的遮瑕 然後就上了 上了遮瑕就上了香提卡的粉餅 可是很難 因為我怕我上太多粉餅 就是會太乾 而且其實我眼下已經有一點點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來 嘴巴是 這個也是昨天 就是 仙女生涯分享 在我的instagram 限時動態 我分享這個 446 可是這是我很久以前買的 應該有一年多錢了吧 這個顏色 這樣子 然後眼影也是 香奈兒 香奈兒 然後 夾彩就是 這個 欸我覺得這個夾彩 真的是越差會越喜歡 就是 看起來好像自己白裡透紅的感覺 就感覺不太會像上腮紅的樣子 這個也是小奶奶的那個 春夾彩路418號 一個正紅色這樣 然後修容 我就用很淡 幾乎看不太出來 就是用那個 Charlotte Tilbury的那個 然後我昨天就是跟大家說 就是今天是一個 很特別的一個活動 主要是什麼呢 就是 我要跟那個 品牌餐具 就是 品牧宣言 就是 他們好像是國外 我不太確定他們是一個 就是 是 一個團隊還是怎麼樣 因為他有一些 人名給我 但是我搞不太清楚 然後就是有一些 他們沒過來的團隊這樣 然後大家就吃飯聊聊天 然後就是 呃 談一下 就是比如說我們怎麼 他們就是想了解呀 了解一下台灣 大概 大家都是 怎麼樣去經營呀 然後怎麼樣 就是 做自己的社群這樣子 就是很輕鬆啊 就是吃午餐的同時 就順便聊聊天這樣子 所以 很興奮 然後我有問一下說 能不能稍微拍一下 但是 我等一下應該會稍微 錄一點點 但是我不會錄太多 因為畢竟基於禮貌 對不對 因為畢竟就是 還是不希望人家會覺得說 啊我還有一個禮貌 錄到別人的隱私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盡量還是 帶著大家 好不好 能錄多少 你錄多少 就我覺得還蠻好的 就是 我他們不是很好 因為我太趕了 所以我有一些這種皺的 我還是沒有燙好 然後我這個 要重綁一下 但是這應該綁在這 就我覺得很Lady耶 然後就是 一個很簡單 然後我覺得它剪裁 那個V0 會感覺很優雅 對 我不喜歡圓領 我不喜歡V0 是不是很可愛 然後再搭配我的那個 Celine的寶寶 然後今天一杯 就有很多人問 但這個其實是我已經買了一年多 是去前年的那個 就是聖誕節買的 所以大家假如有興趣的話 我之前有做過一個開箱 就是應該是去年年初的 應該一年多前的開箱 大家可以再去看 A flagship 雅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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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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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 現在就是剛才聚餐完畢 然後因為 畢竟他們來是有很多行程要做 所以剛才吃完飯他們先離開 然後這是我們小小睡覺的一個小背景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吃完飯 然後跟他聊超級無力多 然後這個也很興奮 因為我覺得 就是因為平常就是 比如說接觸一個品牌啊 就是不會是直接接觸到那種 人面 就是眼睛看到眼睛 然後這一次就是 又是可以看到面對面 然後跟品牌聊天 就特別開心 然後剛才也是拿到幾個小禮物 然後等一下 我現在有點難展示 但是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有一些 像這兩個就是我之前在芬蘭那個旅行已經拿到 而且我現在每天都在用的這個 然後又拿到我就有庫存 嗨我想給大家看一下 欸我其實發現今天其實根本可以實測 因為你知道我剛剛在那邊呢 吃完吃飯的時候 是根本沒辦法補妝 你看我連口紅吃完都沒有補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我的粉底 經過五個小時 我今天從腳上九點半就花完妝 去遛狗 然後弄完十點出門 十一點用頭髮 所以總共現在已經 現在快四點了 然後 已經超過了 已經五個小時了 超過五個小時 然後這個粉底其實還蠻驚豔我的耶 就我剛才有緊張 因為畢竟跟外國人講話 所以緊張到有點 有點 有點出汗 我現在看到這邊呢 是比較沒有太陽直射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鼻翼稍微有一點點的 就是小小的小斑駁 我覺得很可以接受耶 五個小時 而且今天天氣怎麼熱 但我覺得很OK耶 你們覺得呢 啊我終於回到家了 而且頭髮很亂 好可愛喔 提外話一下 我覺得長髮有一個好處是 雖然我這邊短頭髮會掉下來 但是我真的是長髮就可以綁這種包包頭 什麼都超好看的 大家早安 今天是禮拜五 也是這一期VLOG的最後一天了 然後我覺得昨天很熱 但是今天我覺得好像有一點更熱 然後我剛才出去遛狗三步已經熱到不行了 可是我覺得說真的 其實長髮我覺得沒什麼差別 就是我覺得要熱就是 短髮也就是都很熱 阿哥仔 你要不要跟大家說你好 而且自然光配起素顏來覺得很讚 我剛才用那個Dior的潔膚水 就是把臉都擦乾淨 我還沒上保養 因為太熱 我怕我出 就是我想說我應該回來等降溫的再上保養 然後等一下再化妝 然後假如不知道我在說什麼潔膚水的話呢 我已經有分享我的那個 就叫什麼 昨天分享的那個 應該是大家看到的昨天 所以就是今天 我等一下會分享 那個 近期購物的專櫃保養的心得分享 然後我現在呢 是中午時間一點半了 然後 我打算來煮這個 酸辣粉 但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然後上次因為我煮那個 螺絲粉就是都不會軟 所以我這次就是學乖的 先把它泡一下 OMG 我不知道大家吃麻辣鍋的喜好 但是我個人吃 就是只要吃辣的 我個人其實比較喜歡吃麻 勝過辣 就純辣我就覺得 還好 哇好香喔 我剛剛其實 在倒醬料的時候 我就這樣沾一下覺得 還好 所以我就把整包辣全部倒下去了 我現在有一點自殺的行為 就是吃到就是 一直咳嗽 沒有可是主要是因為我今天那個來 所以我現在其實本身就已經不太舒服了 可是因為我就不想弄東西 也不想買東西 就煮泡麵了 我覺得我算不錯 我把湯全喝完了 因為湯熱熱的 然後微微辣辣的 還OK 好的我現在呢 現在擦完了保養品 我今天不知道這長了什麼東西 我昨天不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一罐香奈兒的這個 然後我自己 自己被自己驚驗到 我五六個小時之後 沒有補妝 一整天下來 真的是我第一次 因為我平常都會有時間去補妝臉 那只是昨天因為跟品牌吃飯 所以你說真的一堆人坐在那邊 你突然拿個氣墊 然後這樣看照鏡子 我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 因為 東西都放在包包裡面 所以我中途我去上一次廁所 可是我是只有人走出去 我包包都還放 所以我是完全沒補妝 那我想說那我今天就close up 給大家看一下我上妝的樣子 然後我用完全一模一樣的東西 然後首先是防曬的部分 我告訴你 我原本就真的不打算擦防曬 後來想說算了買了都買了 再加上最近的太陽實在是太恐怖了 可是我量都不會用太多 就不太喜歡臉上多一層的感覺 我在考慮這個還是我之前推薦的開架的Maybelline 可是我覺得這款 我覺得我更喜歡一些 然後這個是 就是 我不知道它叫什麼 這是資深堂的心肌系列的 底妝更持久在臉上 就夏天我常常拿出來用 就冬天就比較少 再來的話呢 是這個 克蘭絲的這款妝前 就是針對毛孔的 然後 它就是很像Benefit的毛孔引起路 可是我覺得沒那麼乾 我就挖一點 然後放在手上 然後就是這樣去溫熱它 就不會讓它太乾 因為我最近就是太乾嘛 所以我都不敢用那種 就是 太乾的 產品 在臉上 我這邊兩邊的毛孔比較粗大 就可以由上往下的 你說不上來它有什麼真的 就是你講得出來就說 哇一擦就怎麼樣 就是它這一罐不是這個意思 可是我不知道什麼 我用了我覺得 嗯有差別 然後是 很默默很巧 很小很巧的那種感覺 這個是La Beige系列的 然後我的顏色是Light 它塗開來的樣子是像這種的 很水的這種 好 塗在臉上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覺得我那天在手機裡面分享 一些女生也分享的時候 因為是手機 所以大家看不到細節 有修飾 可是它沒有什麼遮瑕力 就是我覺得它有毛孔跟一些修飾力在 可是你說它有什麼遮瑕 遮黑眼圈 遮什麼泛紅血管 我覺得其實不太行 我這過來豆芭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可以堆疊 可是也不會堆疊到哪去 你知道嗎 然後我這邊就是比較 就還是看得到黑眼圈 可是你就會知道它就是有修飾 然後會感覺很自然 很簡單的這種潤色霜吧 應該是這樣講 反正英文就是Tentive Moisturizer 但其實我很意外它在夏天的持妝度 昨天居然這麼好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來 就是它擦完之後 就會覺得皮膚感覺真的很健康 我覺得這就是我想要go for的妝感 就是你不會說它什麼超級低的 因為我覺得應該大部分人 都不會喜歡這款粉底 所以我再三提醒大家 就是要三思 可是我個人是很喜歡這樣子 很自然的妝感 好那我昨天怎麼上剩下的部分 我今天一併就是跟大家做分享 遮瑕的話呢 我一樣使用香奈兒的這款遮瑕 這款遮瑕我超喜歡的 有沒有 這邊泛紅就比剛剛好很多 就是靠遮瑕膏的部分 那當然你說要完全遮蓋的話 它也沒有完全遮蓋 我最近覺得我的鼻翼的那個 就是這個暗沉 好嚴重喔 突然發現 就當其他地方比較好的時候 就狀態就會很明顯 好在等下巴乾的同時呢 我要來使用 記得要把手擦乾淨 因為我都是用手拍 所以就不要讓下一個混到下一個 接下來我要使用的是這個 香奈兒的唇甲彩露 就是你可以上臉頰也可以上嘴巴的 然後顏色是418號 所以看起來很正紅 我其實一開始蠻擔心就是 這樣子會不會被上在臉上很像小丑 可是我發現它不會 看我今天想要的妝感 就要想要可愛一點就會擦前面一點 然後普通一點就是大概在這個位置 然後就把它轉一轉 我發現這樣子的顏色好像會更好一點 把手上的顏色染掉之後 再把它拍開來它的邊界 就會很像白裡透紅 對然後我覺得它上起來 就是因為好像會有一點霧面的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它連上嘴巴都會有一種粉柔粉柔的感覺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是因為它的質地的關係 會感覺就是特別的自然 因為我的美妝蛋沒有洗 所以我剛剛只是不是很想用它 但是我這個還是用這個來把它推開好了 好的那霜妝全部都上完了 那粉底的部分呢就是剩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定妝的部分 那為什麼我沒有使用我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Lamere蜜粉 是因為我發現我覺得 因為Lamere蜜粉呢 它其實控油度 它不是主打控油度 它沒有什麼控油度可言 所以我覺得以現在夏天來說的話 就有一點是用它只有妝感而已 那這款的話呢 是我覺得它有柔霧的效果 這是香提卡的粉餅 但是我覺得它的控油的程度 算不錯 但不會說很強喔 大家千萬不要覺得說 喔亞運是不是說它控油很強 所以就跑去買 不是我覺得它的控油算是 我覺得有 但是不是說很強那種 對 所以我覺得擦在我臉上 是已經有明顯的效果了 所以我覺得它的控油度對我來說OK 只是我真的不能用太多 不然會太 就是太多 然後我都會這樣壓著之後呢 因為我真的很抓粉 因為它這個粉很細 它有點像是蜜粉餅的感覺 所以它粉很細 然後很容易就是抓 所以用著之後 我會用一點點在衛生紙上 然後再弄在臉上 然後像我就會定在 比如說黑眼圈的地方 然後還有這邊毛孔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毛孔 然後你看它就會揉膠 就我覺得它的 嗯 毛孔填補力還挺好的 然後帶到一點鼻翼這樣 就基本上就只有這個三角區塊 用一點點 沾到眼皮這樣 尤其是眉間的部分 然後深入到眉毛上方 然後一點點的地方 我會壓到鼻子上方 就是真的鼻子上面 然後側邊 然後定妝我剛才遮瑕了這個 好的我化完妝了 大概長這個樣子 然後我剛剛嘴巴上就疊了這個 想說大家可以看一下 欸這什麼東西 這個 就是我沒有疊的 還可以再疊啦 可是我想說已經蠻 就蠻紅的了其實 嗯差不多這樣子 然後我現在準備要趕快出門了 後面還有一個運動 這是今天的OOTD 就一件小背心 然後搭配上 牛仔短褲 而且這件牛仔短褲 就是我淘寶買的 可是我覺得它的 第一次買到就是淘寶 它居然連我的腰跟屁股都是合的 就是我的屁股不會到外面飛翔 因為我的身材比例就是 真的是在網路上面是很難買衣服 除非要現場真的穿不過 可是它居然剛好卡住我的腰欸 超厲害的吧 新鞋子 所以才可以穿進房間 不然會被我麻麻死 好的 我現在其實已經戴妝了大概45分鐘 可是因為我想說 我出來還是拍一個比較完整的日光 就是因為我剛剛房間其實有一點點小窗口欸 所以不是很完整的照在臉上 給大家看一下我剛才用的 我是不是說那腮紅很像白裡透紅 就超自然的 然後加上一點打光就很好看 嗯然後唇彩其實就是真的很自然 就是它這個唇頰彩 是18號 然後可以看一下粉底大概就是長這樣 就是你會看到就是很像很自然 真的是裸色裸光裸肌的感覺 不是裸色裸光的那種感覺 對然後搭配遮瑕膏 就遮一些很自然的 但是基本上會感覺好像你 不是特別特別用力的去 的去努力化妝的感覺 就像很自然很天生的樣子 我剛才幫我媽買好 就是它有這個賣零件的地方 然後它這邊就是那個冷氣 販售冷氣的那個地方 然後通常都會有維修人員 啊什麼的 可是因為我們家實在太遠了 然後那個維修人員就不肯來 就是原本我媽已經喬好了一天 然後那個人員說 問我在不在家 可是它昨天就是原本約昨天 那昨天因為我中午要跟廠商吃飯 是不行的 然後就不在人沒有人在家 我第一句上學 所以他就說 那你就自己來買吧這樣子 然後就好傷心 所以我就自己來買了個冷氣的濾網 還有遙控器 然後因為我其實粉餅沒有上太多 所以臉是呈現非常光澤的 尤其是臉頰部分 就是我剛剛只有放在這裡嘛 所以你看我的T字還是霧面的 我現在腋下已經流汗了 雖然我已經有擦止汗劑了 太熱了 OK 現在你也是會流汗的 OK 現在有氣孔 有毛孔 OK 嗨大家我想現在趁還有時間的時候 現在已經六點鐘了 我戴的這個妝總共有三個小時的時間 完全沒有touch up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還蠻熱的 雖然中間我有在冷氣房一下 不過就像平常的生活一樣 就是有的時候會在有太陽的地方 就是戶外是很熱 有的時候會在有冷氣房的地方 你看三小時的妝效 雖然我覺得下巴有稍微 因為 一點點的斑駁 可是不是那種 真的你會說它是斑駁 就還好啊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就完全你不會說它斑駁 就看我的 這樣子 對 然後近看一下我的肌膚 然後這邊鼻翼開始就有一點點乾了 像太多粉了 可是我覺得出油量其實很少欸 我覺得還流汗好熱喔 我現在呢 就是要去找我弟弟 因為 我都出來了 然後我來補一下嘴巴好了 剛剛喝珍珠奶茶什麼的 然後 覺得有點淡掉啊 我覺得就是這樣 有點easy 給一點顏色 然後我要順便討論一下 因為原來是已經公開了 就是我剛才參加那個會議活動啊 就是在 呃 今年暑假的六月底呢 會有一個 Pokey的展 然後 會是 就是日本授權的 然後是一個非常大型的拍照的展 然後地點會在台北 欸台灣的高雄 然後 然後 為期三個月 然後其中我會去現場 然後正確日期 會再告訴大家 等等我告訴你 我剛才就是 完整的run過一遍 整個那個 裡面的東西 我跟你講裡面超級無敵好拍 那雖然是要售票 可是我覺得票不貴 而且 而且是有評票 跟我還說 還會送一個Pokey 給就是進來的 每個參觀者 而且裡面會有 我設計的小小作品 所以大家也可以來看 這樣子的 我跟你講裡面超級無敵好拍 請準備好你的相機 各位姐妹 我們告訴你 必去 然後我想說趁現在還有一點陽光 趕快來 雖然其實我覺得不用補妝了 就雖然有一點點小小微微 很細微的出遊 可是 我覺得很ok 可是因為我現在就是想要示範 他們這個同系列的這個cushion 可是我這是以前舊的買的 所以這是色號是20號 不是我新買的21號 對 然後我覺得其實基本上 這個不是給你真的拍全臉用的 就像這樣 就是給你一點冰冰涼涼的 讓你肌膚可以降溫 然後給你一點漂亮的光澤感 還有保濕度 好喜歡 而且我覺得剛剛戴那個就剛剛好 就是我剛剛擦嘴巴那個唇甲彩 所以假如你這樣拍完氣墊 你覺得好像腮紅掉了一點 你就又可以把它拿來補在臉頰上面 給大家親看一下 沒有調光喔 這就是天空的自然光 只是因為現在是傍晚了 買到自己喜歡跟適合的東西 就是一個字 爽 我現在在車子裡面 也是很熱 因為我現在熄火了 在停車場裡面 然後 為什麼我要在車子裡面呢 現在鄭柏雲都不回訊息 打電話也不接 就是我弟弟 我現在不知道他在哪裡 又要一起吃飯 又在那邊 真的是煩 討人厭 然後我手機重點是 更討人厭的是誰 是我自己 因為我帶了行動電源 但是我沒有來限 所以我現在手機只剩 13% 過了幾分鐘以後了 我的朋友沒回我 我弟也沒 自己打幾通都沒有接 所以我就躺在我自己的車上 我都吃完了 這位公子哥才來 我都吃完了 我等了他一個小時 就餓到我已經手抖了 然後我就自己先來吃 然後呢 這位人兄就是慢慢的在走過來 從他的學校 他說他腳很痠 我等了你才胃很痛 然後我順便來那個 小小的update一下 現在時間已經8點40了 等於說我今天擦了這個妝 總共已經有 5個多小時 快6個小時了 就是整點就6個小時 然後 給大家近看一下我的妝容 有嗎 就只有我剛剛在車上 有稍微壓一點點小小的氣變 可是基本上就只有鼻翼 有一點點的乾 但我覺得不是很大的問題 就總而你看我的皮膚 就是真的很好 然後下巴其實 下巴有一點點乾 但是我覺得還好 可以接受的 你跟大家說 謝謝大家的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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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今天這期的Vlog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假如還沒訂閱我頻道的朋友 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記得Like這個影片喔 那你喔 我們一起跟大家說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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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